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欧洲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决定 是否真的能拯救欧洲汽车制造商 欧盟为了给本地汽车行业一个喘息的机会 对中国制造的廉价电动汽车征收了高额关税 然而 这一举措是否足以帮助欧洲汽车制造商 赶超中国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 欧洲政界内部围绕2035年 停止销售内燃机汽车的计划 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德国议会工业委员会成员 绿党议员迈克尔·布洛斯指出 这些措施可能并不能解决 德国汽车业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落后问题 此外 美国和中国也在全力推动 自己的电动汽车市场 使得欧洲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欧洲 汽车生产商们正如坐针毡 内燃机的未来像是在玩俄罗斯方块 方块越堆越高 随时可能崩塌 然而 欧盟官员们决定捂出一只华尔兹 为他们争取到了一点时间 他们通过对中国电动汽车开征关税 试图在这场汽车革命中为本土厂商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 你看 欧盟汽车行业可是个庞然大物 雇佣了1290万人 占据欧盟GDP的7% 然而 这个庞然大物眼看着就要被电动汽车浪潮冲倒了 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 本土汽车制造商们的日子将会越来越难过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盟委员会官员向媒体爆料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欧盟的汽车行业将会面临销售量和市场份额双双下滑的局面 盈利能力也会迅速下降 不过 政客们的算盘可不仅仅在关税上 欧洲人民党内部居然有一个派系 在暗中企图推翻2035年禁止销售内燃机汽车的计划 欧洲人民党党魁曼弗雷德 韦伯 曼博 曼博 在选举之夜就放出了狠话 要把这个禁令当作头号目标来打击 不过 这立刻让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 尔斯洛德莱恩 杠上了 冯德莱恩 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 可能得和力党勾搭上 可力党可是内燃机禁令的坚定支持者 德国议会工业委员会成员 立党议员迈克尔·布洛斯·麦克·布洛斯 对Politico表示 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德国汽车业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落后问题 他认为逐步淘汰内燃机的曲折方法 只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损害 在这个背景下 欧洲汽车制造商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暂时可以喘口气了呢 彭博新能源财经的清洁交通首席分析师柯林·麦克·拉撤 Colin McCarricker却警告说 假如这些制造商继续依赖内燃机汽车 那么他们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越来越弱 很多欧洲制造商已经纷纷放弃了电动汽车目标 理由是生产成本太高 普及速度太慢 大众旗下的中国合资企业上汽集团甚至还被征收了高达38.1%的关税 再说了 电动汽车普及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廉价车型的供应不足 价格在25000欧元以下的电动汽车 欧洲厂商们根本没法跟中国竞争 得益于广泛的供应链和低成本 中国公司可以轻松填补这一空白 而欧洲和美国的对手们却在忙着推出价格更高 利润更丰厚的大型SUV 与此同时 北京和华盛顿可没闲着 他们正在全力打造自己的电动汽车巨头 拜登政府一口气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这让欧洲成为汽车品牌最有利可图的市场目的地 尽管临时关税让中国汽车制造商们稍稍放缓了脚步 但这并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只会让他们加速在欧盟内部建设生产设施 规避这些关税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Victor Orban 已经向北京的汽车投资敞开了大门 比亚迪等中国品牌则有足够的缓冲空间来吸收这些关税 继续在欧洲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同时他们还在瞄准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迅速抢占市场份额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年度汽车展望报告 中国品牌在2023年占据了泰国电动汽车销量的77% 而2022年这一比例仅为46% 所以如果欧洲的汽车制造商们继续最新于传统的内燃机汽车 他们将会与世界其他国家脱节 麦克拉撤说如果现有的汽车制造商仍然从内燃机汽车中获取大部分利润 那么你将看到他们在世界其他市场上越来越缺乏竞争力的情况 这场关税之战欧洲汽车制造商们能否抓住这个机会还真是个大大的问号 未来他们是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 还是会被时代的车轮碾压过去 欧洲汽车行业的命运就像一场扣人心弦的悬疑剧 高潮迭起结局未定 我们拭目以待 在夏季的一个平淡的日子里 足球迷们热切期待的2024年欧洲杯在德国慕尼黑龙众开幕 这次的开幕式不仅让球迷们激动万分 还让一些汽车迷们感到惊奇 是的 来自中国的比亚迪 BYD成了这次欧洲杯的官方合作伙伴 而且取代了大众集团 这一长期霸占这一位置的德国汽车巨头 这一消息已经公布德国媒体的标题几乎都是 比亚迪取代大众成为欧洲杯合作伙伴 简直是一片哀鸿遍野 在这里 德国人似乎感觉到了某众被背叛的情绪 毕竟大众汽车已经在德国家庭的车库里 占据了半个多世纪的地位 比亚迪这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 竟然敢在欧洲杯这样的大舞台上和大众一较高下 这就好比一个外国小伙子突然继承了家族的意大利餐馆 你能想象老顾客的反应有多么震惊吗 然而比亚迪也不是软柿子 这家中国电动车巨头早已经在全球市场上展露头角 甚至被称为中国的特斯拉 比亚迪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们的战略眼光和市场布局令人称道 随着更多人对环保和新能源的关注 比亚迪在这个领域迅速崛起 完全是实事造英雄 但好戏还在后头 就在美国对中国电动车进口征收100%的关税几周后 欧盟也祭出了大招 经过七个月的调查 欧盟决定对中国电动车进口征收高达38.1%的关税 这个消息一出市场上瞬间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 比亚迪和吉利汽车等一些相对听话的车企 还算幸运前者被征收17.4%的关税 而后者则是20% 不过像上汽这样不合作的企业 则得到了最高38.1%的最高关税 这不仅仅是打击中国车企 也让那些与中国车企有合资关系的欧洲和美国企业感到含义 但中国车企早有准备 比亚迪在匈牙利建厂 奇瑞汽车在西班牙安顿下来 东风汽车则瞄准了意大利 欧洲的本土车企 要想赶上这些中国快车手 似乎得加把劲了 不过这一切还远远不够 欧盟对于中国电动车的补贴政策深感不满 要求北京方面改变其补贴驱动的出口模式 简直就像是让一个美食达人改变他祖传的秘方一样困难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意大利举行的G7峰会上 对各国领导人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与中国接触 让北京纠正路线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这么说的时候 估计心里也在嘀咕 这事儿可不好办呢 尤其是当中国早已经威胁要对欧洲猪肉和大引擎汽车进行报复时 这就像两个小朋友在争夺最后一块糖果 谁也不愿意退让 在这场贸易大战中 欧盟和中国似乎都不愿意轻易妥协 欧盟表示 如果中国不撤销那些据称是不公平的补贴 他们就将征收高额关税 而中国方面则认为欧盟的调查结果很多都是虚假或不真实的 就像是一场拉锯战 双方都在不断试探对方的底线 这场闹剧背后其实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经济矛盾 中国的补贴政策早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 从里电池生产到汽车运输无处不在 欧盟的调查发现 中国的电池生产商基本上已经成为政府的延伸 扮演着执行国家政策的角色 这样的操作模式让欧盟大位不满 要求中方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不过对于中国来说 取消补贴并不是个现实的选项 许多中国企业认为 这些补贴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必要手段 就像是战场上的军火 少了他们 前线的士兵将难以畏计 中国商界对撤销补贴的前景并不看好 他们认为多数补贴并未影响市场公平 而欧盟则希望通过这样的压力 能够与中国展开更加深入的对话 探讨未来贸易的运作模式 冯德莱恩一再强调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已经影响到全球市场 他说 中国只能通过积极促进出口来解决这一问题 这话听起来有些道理 但是否能够实现 还有待观察 我们不妨打个比方 这场比亚迪与大众之间的较量 就像是现代版的 龟兔赛跑 比亚迪制之龟虽然起步慢 但凭借稳定的发展策略和市场布局 终于在欧洲杯这个大舞台上 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而大众之之兔子虽然速度快 但在新能源这条赛道上似乎有些 睡过头了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不怕慢就怕战 在这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竞赛中 谁能够稳步前行 谁就能笑到最后 而比亚迪这次在欧洲杯上的亮相 或许只是他们征服欧洲市场的一个开始 至于未来会如何发展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制作・态梁 栋梁 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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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